超臭的 我的天啊 那個燈是拿來保溫用的啦 讓他們不要去失溫 他已經在沉了 大家好,蛋塔 今天的議題比較嚴肅一點 比較沒有這麼多的吸皮笑咧 今天我們來探考新聞最近吵得非常火熱的話題 就是美豬進口台灣的問題 相信觀眾其實都有看到新聞 新聞都講得非常的模糊 因為這裡有很多政治因素 所以導致風向亂帶 民眾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課 還有去訪問很多的專家角色 還有一些養豬的人家 得到一些資料 好,那晚上邀請到我們豬社主的洪建軍 洪建軍,那今天主要是 美豬進口的事業 所以大家都選擇在討論 那今天決定特別訪問 像尤尼這種真的在專業養豬的 遇到美豬進口的一些困難跟平行 都會有的專業談 你覺得挺厲害的,知道嗎? OK 當初接觸到洪先生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被他感動到 因為我自己原本的角度 跟洪先生的角度不太一樣 可是我經過跟他一些對比達之後 真的是深刻的被他感動到 而且他的澄清書是全部用手寫的 那為什麼美豬會比台灣豬便宜那麼多啊? 正常來講國產應該要比進口 美國是骨肉的主要生產的國家 喔,豬的主食料是玉米 是 他一隻美豬大概跟一隻台豬的成本很差 那麼多嗎? 目前台灣豬肉的成本 大概是落在1公斤65到70塊 美豬的話會更低啦 你如果再加上關稅的 大概會落在50塊到55來 喔,這樣就有差了耶 那確確數字 當然這個會浮動 還有萊克多版的美豬有可能會更便宜 當然 美豬都有進來台灣多久 我保證更便宜都不知道 這個其實可以從那個官務署去查資料 從2016到2018光是美國豬肉 我講是不韓 萊克多版的美國豬肉已經成長了 都是其他 所以我們的什麼香腸呢? 菜鳳姐嗎? 口嘴咧根 都有可能是 不能說全漢都是 好,瞭解了瞭解了瞭解了 現在目前政府不敢稱了你用 萊克多版美豬飯的BPA 專邊貿易鞋 BPA BPA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本行也是做外匯的 如果進口中心能降關稅的話 不是對國人是有福的嗎? 這個是用農業去換外交空間 現在比較有爭議是說 當庭的一個行政命令 沒有經過公聽會或聽證會 甚至也沒有經過立法院的表決審查 他都過了 對啊 假如說之後簽了BPA的話 關稅可能會從15%左右降到5% 那你未來的進口 豬量只會增加 會減少 這是豬農最大的知名商 也是希望說政府能夠懸崖熱馬 好好思考這個決定 是不是對人民是有益的 所以今天既然也難了嘛 那你也有說要帶我去體驗一下養豬人的一天 好,走了 Let's go 快自喜了 快自喜了 看 養豬人好辛苦喔 你看你還沒進去 快死了 超臭的 我的天啊 我一直在用嘴巴呼吸 可是我覺得我嘴巴呼吸還是可以吸到那個味道 進去吧 好在我的媽 最辛苦的一集耶 走走走 包動包動,包動 這就是我們平常吃的乳酪飯 我看你那個男的 哈哈哈哈 我玩 想到神秘造型 我想到大家門外的畫面 那個把他趕過去的用意在哪裡 是準備要中斗了嗎 不是 我今天有挑嘛 大的出去小的留下來 兩籃比較小的 你把它同翻嘛 哦哦哦哦 分半字就對了 哈哈哈哈 野豬騎士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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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末日立站 我中間從末日立站出來了 老闆現在要帶我們去產房看小豬啦 那走吧 這個是 20天左右的小豬 離開媽媽之後才會進來這邊 這是媽媽 媽媽這麼大隻喔 剛剛那邊也沒這麼大 這是肉豬這是母豬啊 這個大概200日 所以這個沒有拿來吃 會啊 可能會做成貢丸啊 還是肉粽啊 它的豬肉纖維比較粗 貢丸就要吃那個口感 那這裡的豬 大概就是離開媽媽一兩個禮拜 然後等次時間越長就越往前推 然後進到尷尬的地方 這個真是拿來保溫用的啦 讓他們不要去失溫 黑豬 黑豬黑的在台灣的種 不好找 你能夠得到的優秀的母豬 比較少 都懷孕了 它明天明後天就會生了 老闆說這就是月子餐啦 生之前跟剛生完的母豬在吃的 一直都是最貴的嘛對不對 最高級的飼料 對 一丁汁就可以了 對一丁汁就可以了 然後加進去之後呢 它水 就放到飯欄 上面就可以了 好 我們是讓它多喝點水 讓它奶水比較多 可以跳到前方向 好 莫希 我們去餵豬 他已經在整了 差不多了 OK了 體驗過就好了 台灣養豬業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聽了剛剛豬農的一些觀點 那我這邊其實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外來競爭是一定會發生的 不管在十一住行育樂 國際競爭嘛 以前我們都是在台灣裡面相互競爭 未來 國外的一定會 漸漸的跟台灣做競爭 當然希望台灣的競爭力夠 不要被國外淘汰 不管是原料 食品 旅遊 觀光甚至人力 都會受到很多外來的挑戰 當然一樣東西 品質比好 東西又比你便宜的時候 除非你自己去做改善 不然你勢必一定要被淘汰 好 再來回到美豬議題 我相信這次的政策 政府一定有捧美國攬它 因為我們台灣很想要加入FTA 那好的方向想就是 以後我們進口東西就變便宜了 台灣其實也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同樣妹外 我們台灣就是喜歡國外進口東西 對我們台灣自己自由平台 稍微信心不夠 反過來講 我們台灣自由產業 絕對會受到巨大的衝擊 美豬這個就是非常嚴重 那其實我去牧場才發現 原來美豬已經進口台灣這麼久了 已經超多人不知道了 其實我比較不爽的是 媽的現在現在一直去滅火 跟大家解釋說 萊克多瓦又有很多科學數據 怎麼樣的啊 沒有那麼有毒 很有毒可能沒那麼毒之類的 店家都會標示豬肉來源 怎麼樣的 我幹你娘的媽的 就算萊克多瓦沒有毒 政府你也不應該用這種潛水政策吧 雖然說你們都會說什麼 啊什麼空廳會 是我們民眾不聽 民眾哇哇哇哇哇 就潛水過關了 身為一個政府 你們必須想辦法讓人民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是民主國家的話 那更應該讓人民決定 你們政府其實一直在跟民眾安慰說 你們會做飢查 你們會做飢查 然後我前幾天又看到一篇文章 一個豬肉攤被政府飢查 他怎麼飢查 哇操 打電話欸 他打給那豬肉攤說 欸你們豬肉是哪裡進來的 肉湯傻眼 就獨在場啊 喔那我沒有 我要問你是不是有沒有進口 你媽如果一通電話就可以知道 你的豬肉是哪裡來的話 你媽你要標示幹嘛 一通電話就可以飢查 你媽政府染成這樣是不是 而且你們積查人力根本就不夠 我有查資料 你們怎麼去保護 2300萬人民的安全 美豬確實比台灣豬便宜非常多 那如果FTA又過的話 我相信價差會直接預備 這個意思 人民就是完全沒有分辨能力啊 加上有這麼多的監商存在 才需要你們政府去把關 那你們這為了FTA這個協議 想要去犧牲我們台灣 2300萬人民的健康嗎 我不懂 到底在圖意思欸 我相信台灣產業不是塑膠啦 絕對有能力挑戰外來產品的競爭 那我也希望我們台灣的產品 可以揚名國際 或許我們台灣租以後 可能可以比一比六豬厲害啊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一直 沒辦法說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台灣人非常的不自愛 加上嚴重的藍綠痘症 今天我只是講我不怕 天天懂 Winter 開不車 開不車 一間 a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